记者黄佳麟高雄报道,没有谈过恋爱的55岁理性女子,近日透过脸书节之一名自称在英国工作的土耳其人,李女没见过对方,却在对方的甜言蜜语攻势下陷入热恋,还差点会12万多元给对方,警方和邮局行员及时劝阻,才让李女惊觉自己已受骗上当。 警方指出,李女本身因患有小而麻痹,行动不方便,得靠管杖行走,因身体上的缺陷让她感情路不顺,一直没有谈过恋爱,也让她常常幻想恋爱的美好。 昨日上午10点多,齐山分局建国所获报得知,齐山严平一路上的邮局内传出有妇人疑似被诈骗,远警获报赶到现场后,将差点被骗的李女带回派出所了解案情。 李女向警方透露,她日前在脸书上认识一名在英国工作的土耳其人,对方长相帅气,且个性很好,贴心,不但每日虚寒问暖,甚至知道她不会英文,还会用翻译软体把英文翻成中文让她容易阅读。 昨日上午,对方称要寄礼物给李女,但被马来西亚海关扣留,需要先支付美金为由,要李女汇款4200美金,约126000元新台币。 李女请有人在她到邮局准备汇款时,被行员察觉怪异,请警方到场协助了解,在警方,有人及行员的联手下成功阻止诈骗。